Hello, 上次提到真正要认识一个major scale, 要从三方面了解 第一就是每一个音的次序, 第二就是这些音是叫什么名字呢? 第三就是每个音的英文字母 今天我们就讲, 从一个大调出发, 会产生七个不同的和元, 或者叫和声, 英文可以叫 chord 或者 harmony 而这七个和元, 我们都叫做 diatonic chord 什么叫做 diatonic呢? 这里就讲到 from the key from the key 意思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大调里面的音所产生出来 但 diatonic 是一个形容词 如果我们放在 chord 上面来讲 就是说 chord 里面所有的音都会是由 scale, 由 key 里面去拿出来 一般的 chord 就由三个或者以上的音来去构成 而一个 chord 的形成 是透过一个很基本的原理 这个也是传统音乐 我们常见的一种方式 就是 interval of third third 的意思就是三度 以后我们再详细去讲 interval 是什么 而三度其实很容易计算 这个定义 由一个英文字母 数三个 去到另一个英文字母 记住要计算第一个 例如 a 去到 c 你数到由 a 自己 b c 而 a flat 去 c 我们都叫三度 即是我们不理 a 是 sharp 也好 flat 也好 总之这个英文字母是 a 都是叫做三度 所以 g 去 b 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所以是三度 e 去 g 三个英文字母是三度 而 e 去 g sharp 刚才说 不要理会是 sharp 还是 flat 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所以都是三度 最后譬如 b 去 d 都是 b c d 三个英文字母 都是叫三度 如此类看 你可以举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 到正题的时候 我们又用 c major 作例子 当然 日后你应该要认识 就是其他不同的 key 为方便你见 我们用 c major 来看 我们知道 c major 有这七个音 如果我们用刚才那种方式 来做一些 叫做 diatonic chord 由于这些 chord 我们全部有三个音 所以我们都叫做 trias 中文叫三和月 举两个例子 我想你都很清楚明白 那个做法是怎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由 c 跳去 e 三度 e 就跳去 g 三度 我们产生一个 chord 这个 chord 我们叫做 c major triad 我都是用 c 来表示 而 蓝色的我就分清楚 是 chord 第二个例子 譬如由 a 跳去三度 去到 c c 再跳去三度 去到 e 这个 chord 我们叫做 a minor 详细地叫做 a minor triad triad 的意思就是有三个音 那我们 为何会有 chord 叫 major 和 minor 呢 这个我不说了 遲些我们讲 interval 才解释 暂时我们要记住 以下有三个很重要的事实 红色的字 你一定要记住 很清楚 日后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第一个就是第一 第四 第五音 产生的 chord 一定是major 第二三六音 产生的 chord 就是 minor 第三点 就是第七音 所产生的 chord 就是 diminished 这个比较特别 所以由 c 大尿出现 那七个 的 datonic chord 就是蓝色的名字 第一 chord 就是 c 第二 chord 就是 d minor 第三 chord 是 e minor 第四 chord 是 f major 第五 chord 是 g major 第六 chord 是 a minor 第七 chord 是 b diminished 于是乎 如果你真的 像上一堂所说的 你去认识 所有的 major scale 所有的大调音阶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说 每个 key 有哪七个最基本的 chord 它叫做 datonic chord 譬如 f major 我们有 f g minor a minor b flat c d minor e diminished b flat major 就像你画面所见到的 我们不单单 要说得出 任何这个 key 那七个 datonic chord 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知道 任何一个 key 任何一个 chord 都连次序来计 是什么 譬如你b flat major 第五 chord 是什么 你要知道 就是 F major 又或者 E flat major 第三 chord 是什么 你要很快 回答我 是一个 G minor 在实际的情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从初步来说 我们暂时知道 chord 的名字 简单的练习 大家 试试去找一些 乐谱 去看看 那段音乐 或者那首歌 是什么 key 然后去找一找 里面哪些是 Ditonic Chords 下一次我去尝试 找一首歌 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总结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 一四五 chord 是major 二三六 chord 是minor 第七 chord 叫diminish 你可以试去考自己 每一个 key 那七个 Ditonic Chords 是什么 今次说了这么多 下次我们尝试找一份 乐谱 一起去分析一下 还有我们说一说 四个音的chord 是如何构成的 下次见